我们去多谢你 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 主下我们去 谦卑在你的面前 求圣灵继续引导我们 去明白真理 进入真理 我们多谢你听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每一会逢 是復活节之前 那个星期 我们在传统教会里面 我们说这个是中之主日 或者有些会称它为中树节 基本上中树节 中之其实都知道 就是那些的中树之 刚才我们看的经文 也都很清楚看到的 当时其实是 原来在寿难节 或者说在復活节 之前那个礼拜 就是在圣经的历史里面 在主耶稣基督 在他的生平里面 他到成肉身 他成为一个人的时候 原来他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 在他成为人的最后一个星期 因为他一个礼拜之后 他就会面对仇苦 他就会面对十字架 所以我们在一个星期之前 我们会去看这个中之的主日 其实我们刚才所看的经文 我们都相信 可能有些你都会很熟悉 你都会知道 其实这段经文是说 耶稣他是进入耶路撒冷城 在进入的时候 是浩浩荡荡的 是很大的震撼的 是很多的人去夹道欢呼 来到去帮耶稣 你见到又铺了衣服 又拦着那些树枝 其实那些树枝 因为当时那一带 就是那些中树 是那些中树枝 他们拿着的时候 就放着在路边的里面 去帮耶稣开路 帮他拦路 来让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 很多时候我们去看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浩浩荡荡的进入去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去看耶稣 他在这么重要的时刻 或者说他进入的时候 刚才我们看的圣经都讲到 就是说他有点关乎到 他自己的预言 所以他进入 这个行动是很重要 但是其实当我们看回 这段经文的时候 今天我特别很希望 我们大家一起去思想一件事 就是说其实 我们去浩浩荡荡 看到很多人 好像万人景仰 万人迷 耶稣基督你去到 你进入我们的城 是不是要用 现在在这个时候 来救我们 去脱离这个罗马的政府 但是我们去 有时是比较忽略了的就是 耶稣他去做这些事之前 其实他有一个很安静的时刻 或者有一个很低调的时刻 有时我们看一些事情 我们发觉我们人总是喜欢 看一些 哇 真是排场好的东西 我们喜欢去看一些 就是说 那些东西要令到你 很捕捉你的眼球 很ice catching的东西 我们要看到一些 近乎好像是表演 才好像吸引到我们的注意 但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神 其实他如何来到 来到这个世界 他如何来到 在他的生活行事里面 其实他自己本身 最重视的是什么 往往不是一些人 去看为 可能就是说 我刚才所说的 哇 就是很ice catching的东西 就是很捕捉到你的注意的东西 就当然要做那些东西 多人留多人去的时候 就当然要去那些地方 要亮相多多些 或者特意平时 不做的事 要在人的面前 要做多些 但其实在我们 当我们说 在这个中资的主日 其实我们说 是纪念耶稣 他在这个世界的上边 在他临来到 去面对很大的苦难之前 那一个星期 当他进入的时候 很多的人好好当当 很多的人 其实那些人 不是想着他会去受苦的 那些人是想着他来到的时候 他是会救他们 去脱离当时的一个 就是罗马的政府 的政权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其实犹太人 他们本身 他本身是有他自己的 就是以色列人 他们有敬拜上帝的国度 但是是因为 其实也都在旧约的里面 先知的里面 不断的预言 因为犹太人 他们离开了上帝 他们不听上帝的吩咐 他们在他们的生活的里面 他们经历到上帝的恩典 但是他没有当上帝 来到去 去敬拜他 来到只是 来到是去 藉着宗教信仰 来到是去 去拿他们自己 一些很自私的 满足他们的私欲 所以在 圣经旧约的历史里面 我们很清楚一件事 也都是一个 很沉痛的故事 就是犹太人 他们忘了国 他们忘了国的时候 他们的事事 都继续去希望 有一个的先知 有一个人 来到带领他们去兴起 来到让他们能够可以 有回自己的国度 有回他们自己的以色列国 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 耶稣他是 他的能力 他的典范 他所 他所 举手一头足 他所做的事 他又能够行神迹 当时的人 他们是完全全觉得 哇 就是这个人 我们所等的 那个 伟大的先知 那个 甚至追索回 在摩西的年代 说到时候 那先知 就是你们要跟过先知 那先知要像我 在犹太人的里面 他们等了很多年的里面 他说 摩西继承摩西的先知 摩西我们看到 迪士尼的戏都有做 就是他是那个埃及王子 他是曾经带领 以色列人来到 去离开那个埃及 去过红海 我们去看片 看卡通片都看过 但是那个不是卡通片 那个不是一个人为的构思 那个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事件 亦都在圣经的历史里面 来到他很清楚 告诉我们知道 所以 那些人会觉得 哇 耶稣就好像摩西一样 那么厉害 好像过红海 那么伟大的 来到 带领我们来到一起 来到 经历一个新的国度 经历一个 我们有真正的 有我们自己的民族 有自己的国家 但耶稣 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其实他和人 所预计的时间表 是很不同的 我们在这里 我们看到一件事 就是说 其实耶稣 他来的时候 为什么那些人 会这么浩浩荡荡 我很希望给大家 有一个背景 就是因为那些人认为 耶稣 就是要带他们 去脱离那个政权 我知道 当讲到 一政权 讲到 又说要自由 我会明白 有时我们就会 很容易 在今时今日 我们这个年代 特别如果你 譬如你和香港 我们都很紧接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到 那些 哇 是不是在讲一些政治呢 我不是去 只是说 去讲一些政治 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知道其实上帝 他来到这个世界 他的而且 他很明白一件事 就是这个世界 不是完美的世界 当这个世界 不完美的时候 当然我们很自然地 比我们更加远的 我们讲到一些的 你可以说去到政权 去到任何的环境 其实都是人的管治 当在人的管治的时候 都会人是有不完美 但我很希望就是 我们不只是去 好像将一些政治化 其实我们将一些 个人化 我们看回的时候 其实在这个世界的里面 不要讲到这个世界 有这么多的人 就是讲回我们自己的生命 你的生命 你觉得你有没有 你是不是完美的呢 你有没有 罪呢 其实我们都有罪 我们都是有犯罪 有罪恶过犯的人 我以前我初初听的时候 我觉得很冒犯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罪 但我慢慢 我自己去认识 看圣经 弟兄姊妹 当然也是我自己 在神的里面去追求 我发觉原来 我们真的没有人 能够达到神的标准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问题 是因为 你的问题 容可我这么说 你是其中一个问题者 我的问题 我没得走 我指着你 我有三只手指指自己 我们都是一个不完美的人 而上帝 他知道我们人生命 我们不会有一个 真正的满足 他来到这个世界 其实他是要给你满足 给你真正人生的里面 你可以说你的尊严 你想要的自由 你想要的任何东西 上帝是要给这些东西 我们 是要给你 但是我们用的方式是什么呢 我们希望 怎样能够 可以得到我们人生里面 有真正的满足 有真正的自由 有真正的释放 上帝看得清楚就是 原来是要从我们的罪 从我们自己的问题 来做出发 所以当我们 这里 我们见到很多人 夹到来去欢迎耶稣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个的阴影 在背后 那阴影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耶稣 他来这个世界 他不是要去 一种用这个方式 在那个场合 来受万人景仰 因为耶稣来的时候 他是要救人的 他是要拯救你 但是他用他拯救的 是要救我们脱离 罪恶的捆绑 因为耶稣 因为上帝 很清楚一件事 如果我们的罪 没有真正的去到处理的时候 我们的罪 没有真正的来到 是我们的生命 是由内而外 有更新 有改变的时候 你发觉原来我们做什么都不行 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最可怕的就是 原来我们可以做一些的事 做得很好 但是我背后的动机 原来只是 不是真的去真心 我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益处 而主耶稣 我们的神 他是很明白 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是要救我们 去到脱离罪恶的捆绑 他是要成为我们的君王 不过不是只是在一个 或者我可以退一步说 只是一个政治的层面 那个的君王 他要的是我们能够生命 能够一个真正的根深 他是我们生命的主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今天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 我特别因为今天是 复节之前的一个星期 也是纪念主耶稣 他人生的里面 他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的 最后一个星期 他要准备为人受苦的时候 他是知道 他是要进入耶路撒冷 他进入的时候 他知道人的心态 但是耶稣 他背后原来有一个 很感人的来龙去脈 他预备进入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 很安静的故事 就是他只是静静地 叫了两个门徒 来都是去喂他 来都是预备一匹的奴区 他不是去坐战马 他不是要坐战马 去到耶路撒冷 然后就去宣示 他的权兵 因为耶稣 他是要作王的 但是他不是用这个方式来作王 不是在这个时候 他是会作王 但是他不是这个方式 用这样的情况来作王 他去的就是 他去找 他要坐一匹的奴区 因为原来这个耶稣 坐着奴区 来到他入城 这个神的使者坐着奴区 原来在旧约圣经的里面 是有这样的预言 所以这个预言 也都在我们的第21章里面 他都再引述这个预言的时候 他就是说 看啊 你的王来到你者女 是温柔的 是骑着奴 就是骑着奴区子 所以这个和一般的人说 那种坐着战马的皇帝 瑞领是很不同 但是我们看到整件事 又很完美的发生 所以在这里 我很希望就是说 在这个中资主日的里面 其实有三个重点 透过耶稣这件的事情 我很希望我们大家一起 来到他有少少的思想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我们看到 其实耶稣 他是掌握时机 他不是乌尚尚 他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他是掌握时机 他从来都不误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他其实是 他很清楚 他叫那两个门徒 去为他预备 预备那一笔奴区的时候 他知道在哪里找 在哪里 他整个过程 他是说你去到哪里 你会怎样遇到那些事 当然我今天 他特别去用的是马太福音 其实在其他的 譬如马可和路加福音 他也都甚至是讲到很仔细 更加仔细会遇到什么人 拿着什么经过 你看到那个人 拿着什么经过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个就是 就是 就是 你见到 就再转个弯 那就是了 你就会找到那匹奴区 耶稣可以是这么仔细 来到去知道 其实将要发生的事 在这里我们去见到 就是说 其实 神呢 他是很清楚知道时势 有时呢 我们的生活的里面 我相信就是 有时我们都会 会为上帝着急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 这样个人的经历 有时我会为上帝着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说我是谁 为上帝着急 我的意思就是 因为我有时 我有我自己的时间表 我有时 我想有我自己的优先自在 去做我的事 但是奈何有时 就是生活的里面 有些东西 他被打扰的时候 有时我会觉得 我会担心 那不行的 上帝为什么这样 这样会做不到 或者会有很多问题 有时我们会 所谓为上帝着急 其实不是真的说 为上帝着急 而是我着急 我自己的时机 我自己的东西 好像会失去了那个时机 或者有些东西 会错失机会 做不到 耽误了一件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 你自己个人的经历 我就会有这些经历 但是这里 给我们看到一件事 就是耶稣 他没有担心 其实耶稣掌握时机 不过耶稣 他掌握的时机 他所要做的事 可能和大部分的人 要做的事 是很不同 在这里 那些人想着 哇 这个先知耶稣 是你的了 这个国度是你的 你现在带我们去 脱离罗马 去到你的国度里面 最好就坐战马 最好就坐很多 总之就是 跟罗马政府 来到是 给他知道 我们犹太人 是属于你的 但是很清楚 耶稣 他只是静静地 他没有铺张 他叫几个门袋 你这样这样 你去找 我要这批奴躯 有些什么的时候 就跟我主人说 我要用它 那就拿了批的奴躯 耶稣他从来都不误事 而当我们去再看的时候 耶稣他进入 这个耶路撒冷的城 我们会去看的就是 耶稣终于都是 这个是他的时间 他终于 人对他这么大的等待 都要不要令到 那些人失望 是不是 都要进入牆 都要进入耶路撒冷 是不是 如果不是 真的不好 令到那些人 伤心难过 虽然耶稣有 他自己的时间表 但是既然 群城洶涌的时候 都要早做 起码满足一下那些人 不要令到我 好像不理他 耶稣是否因为这样 来到去 入耶路撒冷的呢 耶稣不是 耶稣不是因为 既然大家都这么爱戴我 我都要进去的 不骑马 都骑着路 等大家都 高人一等 进去 接受你们的敬拜 接受一下你们的 对我那种的尊崇 其实耶稣 他当时 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的心态 不是为自己的 他的心态 只有一样的东西 就是耶稣 他是信服神的旨意 他不是按自己的意思 他进去的时候 其实他是按住先知 神感动先知 所说的 就是因为 因为神的 就是这个王 来的时候 他是很低调 他是骑着路 他是骑着路驱子 这样进去 其实从来 皇帝 是不会骑路的 所以当时先知 他看到这一段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 震撼的 就是说 你要认这个王 是很特别的 这个王 和一般的王不同 你平时 如果你用你平时 对王的态度 来对看他 你不会认得到他的 分分钟 他会走掉 你都不知道的 他说你要认这个王 就很重要 就是他骑不是马 他骑是骑是路的 所以对先知来说 他说这个 其实当时的人 都会觉得 君王 我们所认识的 历任的君王 不是这样的 他们的作风 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其实这个 就是给人 有一个的 神 都是说 给我们有一个 的提示 就是说 我们要看清楚 这个王 他是骑着路驱 而耶稣 就是这样骑着 路驱进入 其实很不容易的 因为当时 耶稣 他是一位 有权柄 有身份的人 我所指的权柄 不是一些 所谓 皇帝那些的权柄 他的权柄 是从神而来的 他可以 叫死人 从死女 服务 他有一个 完全的权柄 他可以医病 他可以赶跪 可以做很多 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 他真的能人所不能 但是偏偏他来的时候 他是按照 神的预言 按照上帝的心意 来到 骑着一匹的路驱 这样的来到 去进入 这个耶路撒冷城 所以我很相信 就是 我想给大家 看到这个对比 其实这个对比 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我们去看 我们有时 就会是 耶稣预备一匹路驱 他就轻轻拉过 我不是说 你个个都轻轻拉过 但有时 我们就是看 耶稣骑奴进城 连那个黑体标题字 都是耶稣骑奴进 耶路撒冷城 所以他入耶路撒冷 是个焦点 但其实我想 大家我们看到 其实那个不是焦点 其实耶稣 他只是按照 神的心意 去完成神的工作 那个才是焦点 虽然他是这样进去 但进去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 都误会了耶稣 因为人去看 耶稣当时的状态 和耶稣去进去的时候 那个心态 是完全两回事 耶稣只是 他是要满足那个预言 他是要进入耶路撒冷城 他是要作王 但是他作王的方式 是要首先 要解决一样 不能够不解决的问题 就是人罪的问题 所以他进去 他不是就这样 就立刻黄袍加身 他进去 他是要很谦卑的 而且是 是要成为一个罪犯 去为你的罪 来到牺牲 当然我们在之后 我们仍然有信息 我们会去思想 耶稣基督 他怎么样来到 是去谦卑 去牺牲 但是在今天 我很希望 我们大家看到一件事 就是耶稣 他是很谦卑 他有君尊之身 但是他愿意 甘为劳博 你说对我们来说 我们做劳博 有什么不奇怪 我们本身 我们人 我们看到自己的渺小 我们看到很多的东西 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 但是耶稣基督 他有能力去改变 他的命运 可以不是这样发生 但是为什么 他要这样 整件事 他这样去 跟我们人所 所上望的那种 完全不同 是因为他是很谦卑 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去成就一个 没有人能够成就的工作 就是他要走 这条十字架的路 中之主日 其实就是 纪念耶稣基督 他已经是知道 是时候的了 是这个时间 他要进入耶路撒冷城 他要走这条 是很困难的路 耶稣是要进入 这个城 他进入的时候 其实是去死 他并不是去 接受人的加冕 他是要接受死 为什么要死 这么惨 因为如果他不死 就我死 如果他不死 就我死 我说我要 我要 我要奉主耶稣 上帝为王 但是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的罪 没有被除去的时候 我奉他为王 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我是要永远沉沦 因为没有人能够 达到神的要求 不是只是我 你也是 所以耶稣他来到 他是做一件更加重要的事 不是在那段时间 坐那个王位 没有用的 他是要救你 所以神的时间表 耶稣掌握时机 他从来都不会耽误事情 耶稣也都要信服神的旨意 他也可以信服神的旨意 因为如果有些什么 他自己想 不是啊 不用这样啊 其实都不需要啊 我是神的儿子 可能结局改写 救恩 是怎样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们感谢神 我们赞美神 神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信服神的旨意 他不求自己的意思 他虽然有君尊之身 但是他愿意为我们 为你成为了努力 这样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 有了这个这么重要的背景 我们再看回整件事 一个很大的对比 人在那里封他为王 哇 真是 扔掉自己的衣服 以前的资源是很缺乏的 那件衣服是当皮袋的 那件外衣是当皮袋的 他可以放在地上 给耶稣 对耶稣有多大的尊荣 但是耶稣他进入去 其实是为你死 为我们来到 去面对这个这么大的打击 我的主题呢 我将它命名主要用他 当然了 这个是他 无可否认 就是那只路区 但其实我也都想大家 藉着这些路区呢 我们去认识 今天的他 未必是那只路区 而是说神用他的方法 是主要用的方法 我不知道你怎样看你的生命 你怎样计划你的人生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神在你的人生里面 神也会有一句说话 是轻轻地说 主要用他 要这样用你的人生 是主要这样用 在这样的方式 这样的平台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对你的过去 对你的今日 甚至对你的将来的看法 会有改写呢 我不知道你怎样看你的过去 看你现在 你的计划是怎样 但是如果主突然间告诉你 他不是逼你 他只是好像门徒一样 他不是大事铺张 打罗打鼓 他静静静静地 主要用你 主要用这个时机 你愿不愿意去按住主的心意 而不是按住你的鸿徒大计 或者那样东西 可能对你来说 是你的鸿徒大计 会令到你很开心 但是如果主要用这个时机 用来做另一样东西 你愿不愿意奉献你的生命 这个也是我们很重要的 他看到就是耶稣 他跪为神的儿子 其实他没有放弃那些 什么重要的时机 他反而是把握最重要的时机 就是他用他神儿子的身份 来到世界成为一个仆人 为你走上一条 我们难以想象 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走得到的一条路 还有一个星期 就复活之 但是复活之前 是有受难 耶稣在走这条路 所以我很希望 我们在今天的时候 虽然耶稣 骑奴进耶路撒冷 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的事实 但其实这个意义在你今天 仍然是有效的 耶稣进来你的生命的里面 他告诉你 主要用它 用什么 你所拥有的东西 你愿不愿意给主使用 我们一起去祈祈祷 亲爱的主 我们去多谢你 是你的大爱 让耶稣基督来到我们这个地上边 神啊你把握一个最重要的时机 就连我们人自己都没看得清楚的时候 但是你没有搞错 一切都是最好的时机 也是最重要 不可以不做的事 主要我们都谦卑在你的面前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或者我们都会是 用我们自己的角度 去看我们应该有的 应该要把握的时机 但是主要我们 从你的身上我们看到 在我们的生命 其实真正最重要的 是主 你的旨意 因为主你的旨意 从来不只是为你自己 你的旨意 就是要将恩典 去带给我们 但是用你的方法 用你的时间 主要我们去 多谢你 为我们在 在当日的 最后这个星期 你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你是带着这样的心 一切一切 都是为我们 我们多谢你 听到你面前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我们有 有圣餐 我想邀请 是 经把小组 先来到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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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